您好,这里是张宁视野 俄乌近旅恶战扎伯罗热 最近这几天,也就是从6月16号到18号 乌俄两军都在激烈的争夺扎伯罗热的特克哈特城 派特克哈特城和热烈比扬基城 在这个地方,乌军的主力是1283D突击旅 他们以连级战斗群展开攻击 这个是以前没有过的 因为乌军以前都是按照西方的战术实行排击 或者班级战斗群进行攻击 也就是说一般来说七八十来个人 最多二三十个人,三十来个人进行散开攻击 因为现在的火气都太强 你这个人多了以后容易遭到对方炮火的覆盖性打击 就像美军现在的战术 没有人敢把一个牌放在一起 因为一颗子母弹来 就是急速炸弹来 就能把一个牌的人全部摧毁 俄军也声称说 从来没有见过乌军这般疯狂攻击的场面 可能现在乌军感觉到进行集团攻击的时机已经来了 俄军倒是经常进行连级攻击 但是俄军也不敢进行迎级规模的攻击 因为迎级规模的攻击有可能造成巨大的伤亡 但是乌军现在也进行连级战斗群攻击 说明双方的确是进入恶恶战状态 现在乌军的战术 据俄军描绘是装甲车快速逼近 抵近向地面的康道 俄军的步兵开火 然后步兵小分队就迅速的从车厢后面跳出来 端着武器摸紧俄军的战壕 因为对于战壕的俄军讲老实话 没有什么好办法打击 还是装甲车机枪扫射 然后小分队丢手雷 或者用派击炮近距离攻击比较有效 目前俄军第58集团军的摩布第19师 还有格鲁乌的第22特种旅 以及澳塞地的志愿兵 莫斯科州的动员兵等等 目前都被俄军指挥上前线去参加 这个恶战 第128三地突击旅是乌军的精锐突击部队 他们是专门打印章的 他们的装备也最好 而且他们都是一些在敦巴斯一带作战八年的老兵为基础建立的部队 俄媒过去在一年来曾经多次声称乌军的这支三地突击旅 也就是128突击旅已经被俄军消灭或者被击溃或者伤亡惨重 大概有我查了一下至少有三次被俄军口头上消灭了 但是随后这支部队又参加了战斗 而且是欲战欲勇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6月17日深夜 乌军的第128三地突击旅冒着俄军的猛烈炮火 带着夜市镜冲锋 他们冲进了派特克哈特城西部的区域 经过一整夜的战斗 俄军的南奥塞地步兵营残余部队被迫退守城外 而据俄军的统计说南奥塞地步兵营三百多人 包括副营长艾文革在内全部战死在阵地上 这可是一个大说字 现在因为官兵都躲在战壕里面 要想消灭他们三百多人真的不容易 那恐怕是辛辛苦苦打了业障才消灭了这三百多人 俄罗斯的军事博主罗文科夫 曾在扎波罗尔前线的俄军表现的相当 勇文说这三百多人基本上都是战斗到了最后被消灭 俄军他夜战主要是夜市装备很差劲 就是看起来闷闷隆隆的 分不清楚前方到底有没有敌人 乌军的夜市装备都是北约提供的精确度非常高 总而言之 乌军昨天在扎波罗尔方向的进攻力度突然加强 超出了外界的预料 而且现在乌军在扎波罗尔中部地段的 罗伯纪念方向已经撕开了一个大缺口 也就是说通过消灭俄军的一些守备部队 现在已经打开了一个大缺口 现在乌军已经利用缺口猛烈的冲锋 最远的前方部队据说已经越过了罗伯纪念 距离托克马克现在据说只有三十公里 这个距离就很近了 也就是说托克马克下一步就可能成为乌军的攻击目标 而托克马克是一个战略要地 因为那个地方还是交通要道 如果要是占领托克马克的话 这个俄罗斯在克里米亚 包括在扎波罗尔的驻军的铁路运输都会被切断 就是说它的军需存在着困难 因为俄军到现在它的主要运输还是靠近铁路 所以俄军现在选择防守的地方 也都是靠近铁路线它才行 因为其他的地方它运送不了足够的军火 过去还有就是过去两个礼拜 俄罗斯警方突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抓捕 这一次抓捕的对象主要是非法移民 一旦这些都是年轻人一旦被抓捕以后 他们在进监狱参加俄军两者之间 就是你做一个选择 要么你是因为你非法移民 我们给你关进监狱里关多久 谁也不知道 要么你就自愿参加俄军部队充当雇佣军 看来这个是俄罗斯监狱的囚犯 只要是能打仗的 有军事经验的 年龄适合的 健康状况差不多的 都被雇佣军瓦格纳用完了 所以邵伊古现在他实际上 他也有自己的雇佣军队伍 他现在只能另外找到一个 廉价扩军的途径 那就是把全国的利用 他跟警方的合作 也就是说跟俄罗斯全国公安部门的合作 来抓一些非法移民 而这些所谓的非法移民 其实都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居民 他们要么是因为有亲戚在俄罗斯 要么就是以前一直在俄罗斯境内有工作 或者在做小生意 只是因为俄罗斯的官僚系统非常腐败 喜欢刁难这些 就是说这些具有外国身份的人 所以说你要去办身份 或者什么 他为你敲诈闹锁 所以这些人为了省钱 懒得定期去政府机关办理签证 政府也平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是现在需要抓炮灰 所以就动手抓他们了 所以说有人有网友就建议了 说小粉红现在是报效额叠的机会来了 因为现在俄罗斯的确是确认 前不久俄罗斯还有一个媒体的主持人声称 除非从中国征用三百万军队 否则的话俄军可能要吃败仗 另外俄军还在继续袭击俄军的后勤基地 因为俄军的S400 基本上拦截不住乌军的远程导弹 尤其现在是对于英国的风暴影子导弹 俄军根本拦截不住 所以乌军的风暴影子的巡航导弹 今天又命中了俄军的一个后勤枢纽 叫做里克福 这个地方立于扎伯罗尔战线后方一百公里的地方 在克里米亚半岛和铁路枢纽 梅里托布尔之间 无军的导弹引起了俄军称库 大量弹月爆炸起火 结果引起了连环导弹 还导致在这个称库里担任首位的52名俄军特种兵 逃跑都来不及 最后要么被炸死 要么被压在这个仓库的废墟下而阵亡 所以说俄军的后方看来是越来越不靠谱了 而且现在俄军也在呼吁北约给他们提供射程超过两百公里的导弹 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把俄军的后勤基地 后勤仓库或者铁路枢纽或者转运站通通给摧毁 现在从俄罗斯传来的消息 武装部队也占领了一些定据点 也就是说俄军在扎伯罗热一带吃了败仗 所以说从总的来看 这个乌军正在扎伯罗热可能取得新的突破 而一旦乌军在扎伯罗热能够攻占 不管是梅利托波尔还是马里乌波尔 都可以切断把俄军一分两断 这从战略上来讲极为有利 因为俄军的军需将会面临着供应困难 本来就很困难了 将来会更加困难 这样就会导致扎伯罗热 就是赫尔松南部 还有克里米亚 就整个俄军的南方的军队 丧失持续作战的能力 因为他没有军需了 没有弹药供应了 他只能只剩下逃跑或者投降这两条路 好 好